- 宣志謙先前到南京開唱時 應遇上假期高峰期 買不到高鐵票而被迫體驗了戰票 沒想到日前他再次搭乘高鐵 前往廣州為演唱會進行準備 時卻發生車廂門故障的意外 當時高鐵人員表示車門無法及時修好 同時也禁止乘客破窗下車 導致所有乘客被困在車廂 薛志謙為此感到很焦慮 於是開玩笑地詢問高鐵人員 如果明天到達西藏之後 能否通知鐵路部門 讓他們幫忙承擔一部分 廣州演唱會退票的費用 對方不解地詢問他是誰 薛志謙也表明了身份 隨後高鐵人員禁用短短的5分鐘 將整個車廂門拆除 讓薛志謙感到十分震驚 還透過社群晒出了拆門的過程 事實上此前他曾因身體不適 取消在成都的演唱會 並親自在台上開放退票 外門紛紛笑稱 看來高鐵人員也知道退票金額 跟拆除車廂門比起來 是一筆不小的數目